大家好,我是財寶寶 今天和大家來到南郵站 有觀眾說這邊有一間小店很好吃 我們現在是A出口上地面 上到A出口地面 沿著這個方向走 沿著這個方向走多148米 這條叫南海大道 我們由地鐵站走過來這個 信和購物廣場 看到今天吃東西的店 獅子衣 活鰻魚烤肉 就在這裏上面 我們懶人當然是坐升降機 不用到處走 一出升降機就看到這間獅子衣 翠鰻魚烤肉 現在時間六點多 都要等一等位 好,看到這邊有很多新鮮的鰻魚 好了,又位了 原來這間餐廳也滿滿的 今天三個人,桌子很大 這間餐廳很有航風的風格 一坐下來,他們都很貼心 拿了一些新鮮的菜 還有一些泡菜 還有一些泡菜 咦,阿妹你喜歡吃那些 蘿蔔牛的朋友 還有一些好像海大的朋友 還有三個熱辣辣的南瓜湯 很棒 你知道為什麼是韓式的蘿蔔嗎 對,對,這個適合味 這是日豬無難的意思 謝謝 試了南瓜粥 看到它有些煙 剛剛做起 而且也滿潔心的 這個南瓜味很足夠 天氣冷 喝一下這個 很棒 而且感覺不太肥 很養生 太餓了 剛才他們已經下單 點了一個脆鰻魚 還有五花肉 還有牛舌 五花肉一份 嘩,都很大塊 而且都很厚 嘩,他們說這裡的泡菜好吃 已經一趕吃光了 嘗嘗這個蘿蔔絲 這個適合 他們說是一份的 咦,那個泡菜太棒了 有人吃光了 原來可以無限任家的 反而我喜歡吃泡菜 養生組 好,再來這個蝦 嘩,每隻蝦都很大 還有八隻大蝦 猜不到這裡的東西都很高質 有很多韓式的飲品 另外這個蜜魚很大 還有呢 還有呢 它的鹽呢 都是用海葉 和自己做些黑椒 比較自助 很棒 好了,它這個 米酒 是葬雪碧的 那店員呢 還要吃雪碧 還要吃 還要吃雪碧 還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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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是甜甜的 謝謝 謝謝 有味的 好,我們嘗嘗這個 柚子米酒葬雪碧 柚子米酒葬雪碧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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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笑 那是甚麼杯 又是小碗 怎知道原來是用來喝酒 不錯 不錯 很容易喝 對 好,嘗嘗 剛才看到服務員 是圓國坦路上 好了,他幫我們烤米 五花腩的朋友 嘩,正在動作 嘩,這個萬元超大份 然後麵海燒得很好吃 它的秋風系統也不錯 看到煙全部向上升 確保大家身體會有一大股味 它都很有心機 逐條五花腩 幫我們砌好 可保館一條的肉質 是熟透的 辛苦了 它有一隻碟 將熟了的食物夾起 好,然後幫我們燒蝦 好啊 另外呢,熟了個燒多春魚 正 嘩 我都吃多春魚 正 它的多春魚 就這樣看 烤得剛剛好 脹粑粑 不會太乾 是不是很正 對,看到樣子就知道好吃 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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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蝦都很香 好餓 嘩,那個魚還在動 不好意思 這個多春魚的魚味呢 好吃 裡面有很多 那些多春一粒粒 是不是很香啊 很香啊 而且呢 是魚粒粒 對 而且好像真的去了韓國吃那些 韓式的烤 烤乳餐的地方 烤肉 現在我幫你做這個 好,謝謝 謝謝 麻煩 好啦,我怕生蒜頭 他們很喜歡吃那些蒜頭 我只要砍醬就夠了 蒜頭很辣啊 不辣的 你來吧,你來吧 一片不夠,要幾片 好啦好啦,你們慢慢吃 這些應該先拿 嘩 嘗嘗 我這邊的蝦都很香 這個蝦五花腩肉可不可以 可以 它的豬肉是不知為何燒出來很香 我還最喜歡橙色的一片 不知道是什麼 再加很多蒜頭 還有一點辣 很棒 嘗嘗 哇,蝦呢 差不多可以了 很香 可以啊,吃鰻魚 可以啊,吃鰻魚 先吃鰻魚 然後呢,他幫我們換了那個鐵板的東西 轉了這個網網,用來燒鰻魚 看到那個炭燒呢 嘩,好棒啊 哇,魚油剛才很搶火 看到那些 火呢,下面飆上來 剛剛撕了個蝦殼 蝦殼 蝦殼沒有黏著蝦肉 很新鮮 店員繼續幫我們烤鰻魚 哇,你看多大份 哇,海鮮蔥餅來了 嘩,超大份啊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 Ncore 不知道第二 還是第三條這個炮菜 超級正 這個海鮮蔥餅呢 超多料 除了蔥 看到超大的蝦 還有八爪魚 還有其他 是不是蟹柳的朋友啊 嘩 這邊呢 很忙碌啊 鞋子也差不多燒好了 這個魚呢 這個魚呢 我已經烤到一半熟了 哇,很漂亮啊 剛剛蘸了醬汁 嘗嘗這個 烤餅 一烤海鮮餅 很香啊 哇,鰻魚很棒啊 海鮮餅很香啊 煎到金黃色 裡面有些蝦啊 八爪魚啊 口感不錯 嗯 嗯 都用兩種 什麼魚 全都要過來啊 啊 在日本呢 吃那些 我已經想伸手去夾 哈哈 但還不行的 因為醬汁一定要 燒到剛剛好 待會吃就正了 哇 哇 很棒啊 哇 很棒啊 那這個椰子是什麼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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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個鰻魚 很棒啊 這真的是好吃 先讓你們吃平 這個很好吃 我吃了幾塊 它燒到很金黃的 其實有種香味 再加上它的醬汁 醬汁是很純正的 平常吃的醬汁 但是它不會很鹹 很整天 你照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不用送飯 不用送飯 我覺得 但是它可以配那些什麼紫菜 但我不介紹 這邊正在燒原隻的蜜魚 是蜜魚 重點是沒有骨 沒有骨 我先試一塊 讓我試一塊蜜魚 紫菜 適合我 這是韓國的紫菜 燒了魷魚 這條魷魚 就爽了 整個魷魚這麼大 這條魷魚 然後我這個 鰻魚 用紫菜包 我很喜歡吃紫菜 你看它多專業 每塊魷魚 都煎得剛剛好 很平均 你在做什麼 剛才吃了一塊 紫菜包好吃 所以今次 你打算包住 它 全包 很棒 這個 這是鰻魚壽司 你不要理我 你不要理我 嘩 這麼快已經燒好了 熱辣辣 這裡時間8點 都這麼多人吃東西 我們的食物 烤好了 店員也馬上幫我 收回炭腦 嘩 這個 好熱辣辣 快點清潔 食物這麼高質 嘩 吃一下魷魚 蘸一下醬汁 很棒 它的醬汁 很新鮮 很鮮 咬下去爽口 很鮮 正 吃一下肉 吃一下菜 平衡 又要養生 早上身 時間8點 出來 都很多人等位 這間餐廳坐得很舒服 還有他們的服務很好 食物質素又高 今天跟大家拍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